大家好 我是文睿 前段时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国防部在他的一个文件当中 正式把台湾列为了一个国家 这个事情当时在媒体上吵得也是沸沸扬扬 然后针对这个事情我也做了一个视频 当时我就讲 我说这个事情可能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美国就特意这样做 就特意的把台湾说成是一个国家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美国他的文件里面他做错了 他这是一个错误 然后我当然就讲 我说如果是一个错误的话 美国面对媒体这个沸沸扬扬的报道 他可能就会做出一些修正 然后发表声明说这个错了 但是如果美国不做声明的话 那就证明美国是故意的 这大概有很长时间过来了 我没有看到美国对此做任何声明 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特朗普在上台以后 他做了很多超越常规的事情 针对台湾的问题 但是这个事情它是一个质的变化 我觉得当时 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肯定不会保持沉默 肯定会对此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 不过现在看来的话 我当时的预测是不对的 是错的 中国政府保持沉默 不过在视频当中 我也没有把话说死 我也打了一个补丁 我说如果中国政府保持沉默的话 那美国政府肯定会有后续的一些行动 会有后续的一些更深入的做法 然后在昨天在美国时间的7月8号 有一个新闻被报道出来 就是美国国防部批准了一项对台军售的计划 这个对台军售的计划 它有三个比较大的看点 我觉得 第一是它军售的规模非常大 22亿美金 当然了和上个世纪90年代 包括本世纪初的一些军售规模相比的话 它的规模并不是最大 但是它是特朗普上台以后 川普上台以后 规模最大的一次 也是2011年以后 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美国对台军售规模最大的一次 22亿美金 这是第一个看点 第二个看点是什么 就是这次军售它的武器还是比较先进的 有108辆坦克 250枚导弹 这个坦克号称是目前陆地上最强悍的坦克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我觉得这两点算是看点 但是都不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 最重要的看点我觉得就是什么 他做出这项决定的时间点 今天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是非常敏感的 为什么呢 川习会刚刚结束 整个气氛看似刚刚缓和下来 然后谈判又重新开始了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美国突然 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 很难理解 正常来讲 就是我们要谈判了 我们达成和解要谈判了 双方可能就会抱着一个很小心的心理 尽量不去触碰对方的痛处 然后把谈判进行下去 应该这是一个正常大家的想法 但是美国呢 没有这么做 那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只有两种解释的可能性 第一种呢 就是说美国呢 他比较看重这个谈判 但是 他对这个谈判的胸有成足 就是说什么呢 即便我对台湾军售 我做出这样的决定 中国政府还是会和我谈 而且还是会答应我的条件 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呢 美国政府对这个谈判呢 并不是很重视 谈也行 不谈也行 谈成也行 谈不成也无所谓 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 我抱着这样一种态度 我能想到的就是 这两种可能性 大家仔细去回想一下 就是说 这不到一年多的时间以来 好几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像这个贸易谈判要和缓了 然后川习会要召开了 然后呢 就会发生一件很大的事 比如说在阿根廷川习会召开的当天 这个孟晚舟被捕 这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呢 在日本川习会召开之前 大家应该还记得有一个什么新闻呢 就是美国的媒体爆出 美国打算对中国的三家银行 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 特别是上海普发银行 进行金融制裁 这样的消息被报道出来 然后呢 现在呢整个这个贸易谈判呢 好像要重启 开始了已经 然后突然呢 这边美国说要对台军售 而且规模很大 武器的性能也非常好 就这样一个情况 看到所有的这些信息吧 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现在回过头来看啊 美国他一直强调说要争取这个贸易公平啊 我们经常也叫打贸易战 或者叫经济战也好 但是我仔细想他 我的自己的判断就是什么呢 美国他真实的目的呢 并不是说要打这场贸易战 他最本质的目的呢 以前我在我的视频当中也强调过 他就是要改变中国 彻底从本质上改变中国 当然他可能 有他很具体的想法了 我觉得总结起来讲 可以这么说 这是我的判断啊 打贸易战 打经济战 这只是一个表象 一个手段 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手段呢 一点一点的消耗 中国政府的他的这种意志 因为比如说冲突太激烈 冲突太急 太快的话呢 他这个可能 对彼此的这个伤害也会非常大 所以呢 美国政府采取的这种 就是很看似很和缓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或者可以叫做温水煮青蛙的 这样一种方式 就是从贸易战开始入手 一点一点打下去 一方面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 消磨中国政府的意志 另一方面呢 也是给很多美国企业 提供从中国撤离的 这样的一个缓冲期 这样一段时间 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是前两天我也讲了 在G20峰会以后呢 好像整个这个贸易呢 谈判重启了 这个关系好像是合化了 但是呢 美国的企业 反而还在不断地撤离中国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惠普和戴尔 他们打算把自己20% 30%的产能迁到其他国家 然后苹果早先也已经表态 要把自己30%的产能迁出去 然后呢 像微软和谷歌 也把自己的这一些硬件终端 拿到国家 别的国家生产 就这样一个情况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整体上就是 本质就是这种意识形态 和意识形态的这种碰撞 整个吧 就是说你看每件事情的发生吧 比如说这次 美国决定对台湾军售 这个时间点 大家看一看 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 可以去研究的价值的 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发生了香港林郑月娥 她表示说 这次送中条例呢 就是已经彻底死亡了 有这样一种表态 林郑月娥她做这种表态的话 她肯定不是说 自己能够决定的 能够决定这样讲 她肯定是得到了北京的授权 她才敢这么说 那北京这么决定 这么授权她这样讲的话 那北京肯定也是感觉到了 很大的压力 在这种压力之下呢 她做出了这种让步和妥协 也就是说 美国政府看到了这个时间点 然后把这个对台军售的 这个计划批准 然后把这个消息释放出来 她就看到了 中国政府现在还有很大的压力 那OK 我就开始这样讲 这是我的判断 也就是说在整个这个 中美的这种博弈的过程当中 尤其到现在的话 它这种较量 就是整个对抗是非常强的 以前我也讲就像拔河一样 你要是退一步的话呢 可能就要步步退 从G20川西会开始 当时我就讲 中国已经开始让步退了 然后呢 下面呢 可能就要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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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退 可能美国就会一步一步达成 他想要的那种计划的目的 现在的话呢 就是整个 就是说美国已经决定了 国防部已经决定了 批准对台军售 那么下面就要看中国政府的这个表态了 中国政府的这种表态 当然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已经说了 就是措辞好像语气很强烈 但是你仔细看他的那个措辞和内容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一些套话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那面对这个情况的话呢 怎么办 当然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呢 不和美国谈了 因为这个情况 我们不和你谈了 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很小的 很小的 因为这次谈判之前的话呢 面对华为这个事情呢 已经这个状态呢 已经非常不好了 但是呢 中国政府还是选择谈判 那这次台湾这个事情呢 很有可能 就这样过去了 然后接着谈 但如果就这样过去的话 那美国政府会怎么想呢 美国政府会觉得 这次呢 中国政府也这样同意了 也这样忍下来了 那好吧 我们就继续加码 对吧 把谈判的条件再加高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即便这样做 中国政府也一定会同意 而且谈判的速度 我们还要加快 然后特朗普 就像川普讲了 我们要达成一个历史性的 有里程碑意义的 这样的一个协议 这个可能性就是 可能就是美国做 然后进而一步一步推进 改变中国 真正从体制上改变 彻底消除中国 对美国的这种威胁 我想这个就是美国政府想要的 谈到这个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这种对立 就是我在韩 我到韩国来以后呢 我还是体会比较深刻吧 就是韩国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了 所有的民众呢 几乎都是认同这个 宪政啊 民主法治 对吧 都是认同这一点 但是呢 即便如此 在韩国社会的这种 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的这种 意识形态对立 也是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 即便在一个家庭里面 可能大家想法不一样 那都是针尖对面盲 这还是基于一个民主制度 民主社会里面的这种 意识形态的这种对立 那中国和美国的这种 意识形态的这种对立 那是非常非常尖锐的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的 这样一种状态 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呢 再总结一下吧 美国政府真正的目的呢 我想就是要 彻底改变中国 然后面对台湾 这样一个状况的话 我相信 美国呢 在后续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 陆续陆陆续续 有一些其他的这种 动作出现 因为台湾吧 很多人觉得啊 台湾是美国的一张牌 台湾的地理位置很重要 这是以前 在今天的话 台湾还有一个 更加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台湾的科技实力 台湾的这个芯片制造能力 现在全世界最好的芯片 最好的芯片啊 几乎就只有台湾能做 台湾能够以最低的成本 最快的速度 做出全球最好的芯片 就这样一个情况 特别是在三星 最近被日本制裁以后呢 可能台湾 它的这种重要性 就显得就被凸显出来了 就被更加的凸显出来了 当然美国知道这一点的话呢 中国肯定也知道这一点 这次华为被制裁 大家看到了 可能大部分朋友 都了解到了台积电的 这种重要性 对吧 所以呢 如果美国没有任何举动的话 那中国肯定会想 尽一切办法 一点一点控制台湾 控制台湾的那些技术 那美国呢 肯定不能坐以待避 它也肯定会想办法 就这么做 所以我想在未来呢 肯定还双方还会有一些动作出现 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科技实力啊 就是可能我会再找一期节目 单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或者下一期 我再跟大家聊一聊 可能在未来呢 陆陆续续吧 还会有很多的事情出现 到那个时候呢 咱们再一点点慢慢分析 今天啊 就先简单做这么多 然后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